今天是2019年9月27号星期五 新闻早班车来了 这些药文值得关注 习近平致信祝贺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强调 大力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经负起当好标杆旗帜 建设百年油田的重大责任 国务院常务会议26号决定 明年起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将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加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 中办国办中央军委办日前印发 劣势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总体工作方案 教育部26号表示 我国现有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2.76亿 以建立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国家卫健委消息 70年来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 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从无到有 覆盖人口超过13亿 群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进隋东受贿案26号一审宣判 被告人进隋东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 今年国庆假期将继续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 免费通行时间为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委会审议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 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表示坚决反对 商务部发言人26号表示 目前中美双方正在保持密切沟通 为10月份将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取得积极进展做好准备 社会万象 民生热点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等部委将在国庆前组织有关企业 再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猪肉1万吨 超级工程深中通道核心装备城管运输安装一体船26号投用 这是世界首艘及城管扶运安装鱼一体的专用船舶 甘股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火荣贵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案26号一审宣判 被告人火荣贵被判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男族国家队队员张璐涉嫌罪假案26号宣判 张璐被判处拘役4个月 浙江渔航警方破获一起伪造并销售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币案件 偿获各类纪念币24000余枚 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网包姨大妈因机舱空气不好擅自打开飞机安全门导致航班引误 厦门航空回应该乘客经提醒后仍触碰开关已被警方带走 海南海口男子徐某胜久后乘坐公交车拿50元投币 经提醒无法找零后强行投币 并抢夺方向盘导致车辆偏离行车道 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重庆一民警带孩子就医时 偶遇一女子跳窗轻声立刻施救 他的妻子只会诸位群众配合拉人 成功救下女子 事后他们默默离开 湖南易阳92岁老教师唐上军退休后 回到偏远的安化县武寒村 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还把自己家贡献出来作为补课的书楼 以坚持22年 杭州夜网约车司机开车时猝死 附近的护士郭薇王燕等人听到求助后冲出来 王燕跪着给他做心肺复苏 其他人推车飞奔向急救式 司机已恢复心跳 这些政策与你有关 工信部印发通知 要求电信企业自今年12月起 在实体渠道全面实施人像比对技术措施 确保电话入网环节人正一致 上海下发通知 80岁以上老人免费遗嘱公正预约等待时间 最长不得超两个月 天津发布通知 队友突出贡献专家津贴及证书发放等高层次人才资助经费发放项目 取消用人单位报送资助经费尽款含的流程和要件 厦门发布方案 2021年底前 各区至少要建成一个慈善助老超市 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代购 代取代送 一诊等服务 最后来看天气情况 今日天气 云南西藏南部 四川中部 陕西 山西 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 有小到中雨 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 有大到暴雨 新疆西部山口地区 有六到八级风 人生总会遇到一些迷茫 彷徨的节点 但岁月不会凭空给你惊喜 没有谁的经验 能全盘指导你的人生 你才是自己的过来人 别害怕 勇敢去尝试 你的每一次努力 都在增加面对着世界的底气 努力这件小事 真的值得你去坚持一辈子 早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